這是一個重要的考試的提醒 就是如果我比熱比較大 我要吸很多的熱,溫度才上升一度 我要放很多的熱,溫度才下降一度 所以比熱大的東西,溫度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改變包括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但是要講這一句話的前提 什麼前提? 質量要一樣 你不可以拿一個大輪船跟一杯水比 也不能拿一個游泳池跟一根鐵釘比 不能,質量要一樣 最早出這個質量不一樣的是嘉義 當我會寫到這一度 然後後來很不幸的 我們的學測也出過一次質量不一樣 所以從此之後大家就喜歡出那個質量不一樣 比熱大的東西溫度難升難降 不容易上升不容易下降 有一個前提,什麼前提? 質量要一樣 當然如果我質量一樣 我考慮的問你了 我有四顆球 一起加熱 請問你誰的末溫比較高? 或者是一起丟到冷水中 請問誰的末溫比較低? 諸如此類的 就是看什麼? 就看比熱大跟小 容易上升、容易下降 不容易上升、不容易下降 比熱大的東西溫度不容易變化 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小的容易變化、容易上升、容易下降 就是比熱跟溫度變化的關係 這是重點 盡量記好 這個是一些實力 跟你講一下 因為水的比熱很大 所以它浮力上升、浮力下降 所以可以保溫或者是保冷 所以餐廳裡面底下 又放到熱水當中 溫度不容易改變 可以讓它保溫 冬天的時候熱水在你們現在比較少用 就是用所謂的暖暖包 以前會有個袋子 裡面裝熱水泡在胸口 保持溫暖 因為它水溫變化會比較慢 那麼還有汽車引擎 有什麼氣冷室、水冷室 水冷室就靠水把它冷卻 因為水可以吸好多熱溫度 不大會兩變 所以又說是水冷室呢 或者是這個在地裡有教過 海洋、水 可以吸好多熱溫度不上升 所以海洋可以調節我們的氣候 然後地裡有教過嘛 海洋氣候狀況就這樣子 所以它有調節氣候功能 吸很多熱溫度不上升 放很多熱溫度不下降 它就有調節氣候的功能 就是一些變化實力 重點是剛剛講過那句 比熱大的東西 溫度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注意 講這條的前提 什麼前提 質量要一樣 那如果質量不一樣呢 以後再跟你講質量不一樣的狀況 OK 好我們來先看一些簡單的小題目 20公克的10度吸的夾以兩個液體 裝在容器中 穩定熱源加熱 巴巴巴巴出現如組合者正確 當當當當當當 OK 好來 第一件事情 我用相同的熱源加熱相同的時間 所以就會在一樣的時間 會吸收一樣的熱量 懂我意思嗎 我同樣的熱源加熱 我加熱6分鐘 大家吸熱都一樣 所以A也是錯的 B也是錯的 沒有誰比較多 誰都是錯的 30度吸的時候 所假鎖經過的時間比較少 你畫圖就知道了 你畫圖就知道了 30度吸的時候 這個只要4分鐘 那麼這個呢 要8分鐘 所以呢 假經過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他表達吸收的熱量比較少 比較 比較 比較少 所以呢 珠是錯的 所以珠是錯的 所以珠是錯的 那麼 表示在相同的加熱時間 假溫度上升會比較快 比如說都是8分鐘 假到40度 以到30度 所以假升快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講的比熱比較小 溫度容易變化 比較小 所以C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C 這個基本上沒有太需要算 就是觀念體 OK 觀念 OK嗎 OK 那請問你這樣 怎樣 這個他沒有給足夠的條件 他就是 所以他可能是質量一樣 也可能是比熱一樣 請問你如何如何如何 好啦 可愛的小老師 絕對沒有叫你 對不起你 來 起來 歡迎 你的答案 選豬 你答案選豬了 請說 這題複選 一根釘 對不起 你們是ABC出用的答案 蛇 如果直畫一刀 表示經過一樣的時間 表示吸收的熱量一樣 所以 甲的溫度變化多 乙的溫度變化少 公式叫做H等於2msΔT 所以 假如是質量一樣 質量寫作1 然後 sΔT 然後呢 就知道溫度變化比較小的 表示比熱比較大 所以呢 B的溫度變化小 所以B的比熱比較大 這個寫法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處理那個質量 不一樣的時候的算法 質量不一樣的算法 就是跟這個算法是類似的 OK 所以E是對的 那麼 根據H等於2msΔT 假如S一樣 比熱一樣 所以比熱寫作1 mΔT 就發現呢 質量大的溫度變化小 質量小的溫度變化大 所以溫度變化小的質量大 所以呢 B的呢 溫度變化小 質量比較大 所以丁呢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叫做 豬 答案選的叫豬 這就是一些觀念 什麼觀念 就是剛剛跟你講過那個觀念 比熱比較大的 溫度比較不容易改變 不容易上升 也不容易下降 帶回公式看 H等於2msRT 看誰一樣 再來比較 再來比較 就可以知道了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禮物 OK